部長有怎麼揮握住嗎 訊問兩個多小時 吳寶請回 面對媒體問話不乏異語 前農業部長陳吉仲 捲入超司進口蛋壁案 被列為被告 二十八號上午遭到北檢約談 部長今天是被告身分來的嗎 不僅前部長被約談 現任農業部長陳俊暨 同樣遭到傳喚 一下車快步上樓 反觀前中央續長會董事長林聰賢 態度聰容 三人皆被列為被告 訊後吳寶請回 北檢偵辦進口蛋壁案 隔了一個多月再度出手 就是為了釐清超司與量財採購 雞蛋流程 上個月檢方以加重詐欺罪約談 超司負責人秦宇喬 訊後兩百萬交保 根據調查二零二年全臺鬧蛋荒 秦宇喬成立藝人公司 還沒有設立登記 就跟續長會合作進口 拿下上億雞蛋採購案 不過背後主導人物 疑似是秦宇喬的女兒吳玉菲 至今還在日本尚未回臺 警方第一波搜索除了超司外 另外還約談量財公司負責人 王朝輝以及另一名負責人 林宜董 北檢調查量財公司 明明是美容業不曾進出口過 卻能取得進口蛋採購案 去廠會沒驗收 還事後回田 認為涉嫌突離 不好意思喔 謝謝 謝謝 前後任農業部長 皆被列為被告 更罕見一同被傳喚 進口蛋幣案採購過程已有瑕疵 諸多疑點誰聯繫 背後龐大金流多少 隨著三大關鍵人物盜案 真相有望 水落石出 三令新聞綜合報導